来到海边啊 总会有收获 这大海退潮之后 只留下了一个像鸟窝一样的东西 还扎熟呢 这是一只大海里的海胆 嘿嘿 我都不敢碰它 看 这海胆咱们可以回去做个海胆蒸蛋 我的视频里有可以做海胆蒸蛋的教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又发现一只行走的派大星 这只派大星啊 已经干瘪了 这种海武星是可以使用的 然后咱们回去啊 给它煮熟就行了 就可以使用它里面的籽 然后喜欢 用那个海星泡酒的朋友们 可以把这个海星然后给它晒干 然后放在酒里 哇 那个沙滩上退了潮之后 这里竟然隐藏着一条龙尾鱼啊 现在就是龙尾鱼的季节 现在龙尾鱼特别的肥 好大一只 这个挺猛的 这个季节特别常见 这个地方又来了一个大的毛隔离 这是毛隔离中最大的一个品种 特别的大 咱们来逗 哎呀 还是个活的呢 咱们来逗逗它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庐山真面目 有这么大 有我半个手掌这么大了吧 接回去炒辣椒 特别好吃 这大海退潮之后啊 有好多的小海鲜啊 都留在沙滩上 没有随着抽水退下去 这里又发现了一只八爪鱼 其实有的朋友不敢碰这个八爪鱼啊 其实这八爪鱼挺漂亮的 咱们来数一下 它总共还是有八条腿的 它的眼珠就像一个大青蛙的眼珠一样 特别的可怕 这里还搁浅了一只小螃蟹 这是一只花干蟹 咱们最常见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花干蟹 特别的多 特别交实 最后来两个正在缠绵的派达星 两只 可能是一共一亩吧 这个就不碰它了 给它放了